翌日六晚8時,ViuTV Chill Club頒獎禮又要召喚一眾樂迷 音樂除了可以治癒耳朵 還可以帶動身體 今年的四大歌曲獎項 新增年度跳唱歌曲獎 務求容納更多風格,繼續並行選擇 年度四大風格的歌曲獎 公眾投票時段即將搶先登場 無論喜歡甚麼音樂種類 記住投選你的年度心水 FWB富衛保險呈現 Chill Club推介榜年度推介23、24 人人樂壇,音樂第一 大部分自閉症人士對聲音、光線、溫度等 的感覺都特別敏感 電話一響的時候 感覺好像有很多電轉在四方八面 在我內地攻擊我 每個電轉轉到頭上 接收到的訊息強烈 感覺很難受 令他們出現外界難以理解的行為 有甚麼感覺 大大哭,最怕氣園 小時候在氣園開場 他就哭或大叫,然後被迫離場 那… 感官世界不同 可以怎樣幫助他們呢 希望打了耳機之後 他會舒緩 亦可以集中去做他的工作 做他的功課等等 減輕照顧者和家人的壓力 Karen是全職家庭主婦 亦是一位自閉症患者 每天她都要打理家 做家頭細務 但她說最怕的就是收衣服和繞衣服 衣架的聲音 跌在地上的聲音 衣架和衣架之間的碰撞聲 放衣架在鐵架的聲音等等 這些小小的金屬聲,我很敏感 金屬聲只是我的縮敵 好像身邊有人電轉地下 那種程度 那種音的分貝 在我心裡覺得是很大的聲浪 令到我會很難集中到精神 在家裡有不想聽的聲音 出到街就更加多 Karen 說自己從小就被各種各樣的聲音困擾 去街市買菜,情況就更加嚴重 全部二十八元一斤 十萬塊,十萬塊兩斤 十萬塊,請過身,試過煮給那三斤 長期也有一些喇叭在那裡說 那些菜多少錢 那些肉多少元特價 然後那些人又大喊說 多少錢一斤 那些所有東西夾在一起 就好像一個炸彈一樣 在那裡重複,在那裡轟我的耳朵 我覺得我的心很煩 因為那些聲音對我來說分貝很高 令到你很難集中到精神去做本來的事 本來在想買甚麼菜 因為時候就會被中斷 最差的是真的很想掩著耳朵 然後馬上逃離現場 把龍蝦筋放進去 阿姨 大學畢業的Karen曾經做過兩年文職 不過因為辦公室聲音的困擾 最後無奈辭職 打字聲,蹲字聲 搖一搖,但動一動,搖一動 我都聽到 我試過回那份寫字樓的工作 她的電話是一個駁去公眾 還會打電話來的 因為長期經常會響的電話 而當她一響的時候 她整個辦公室的其他自己都一起響 我感覺好像… 有很多電鑽在四方八面 在我腦袋攻擊我 轉到頭上 不僅僅做不到事 就是想辦法忍受 而且情緒波動得很重要 曾經試過臨界點 不知為何很想… 即是撐著頭 我也不理解為何自己會有這個想法 所以她已經有感受的 我考慮後 很明顯地看到 你感覺逃避 和感覺敏感 這兩個行為的反應 比大多人多出了很多的反應 Karen五年前向专门协助自闭症人士的机构求助 经职业治疗师评估 她有感觉统合障碍 是自闭症人士常见的症状 感觉统合障碍其实就是说 我们的大脑不能够去整合或者过滤 专注某一些感觉的信息 他们去到街上的环境 例如是一些红绿灯的声音 汽车的声音 人聊天的声音 在办公室来说 例如是一些影印机的声音 戒指的声音 门钟的声音 电话的声音 当他们接收到那么多感官信息的时候 不能够过滤到一些他当下 真的需要用得到的感官信息 可能他会掩耳朵 减少声音的乐园 或者是打自己的头、钟撞撞 就会容易被其他人误解 可能是关于他们性格不好 不专心 或者是关于情绪控制的能力差 根据政府统计处前年公布的调查 香港有自闭症普系障碍的人 有22,400人 不过这个数字可能被低估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的统计 自闭症普遍率大约是2.8% 按照香港人口推算 本港自闭症人士可能高达20万 而根据国际学术期刊《autism》的资料 九成自闭症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感觉统合障碍 即是感觉处理系统失调 大脑不能够有效整合、筛选和专注某一种感官信息 而过多的感官信息 可能令患者容易分心或者情绪波动 而在多种感觉统合障碍的症状当中 听觉过闻是其中一种最常见的感统障碍 有国际文献指出 高达六成半的自闭症人士 都受到听觉过闻影响 陈建青有三个子女 十九岁的二子天宅读大砖 而十七岁的小子天乐 自小就确诊有自闭症和智障 为了照顾天乐 陈建青结束了经营多年的贸易生意 做全职爸爸 他说在人多击碧的嘈杂环境 天乐会容易有情绪起伏 最后应该是五、六岁左右 在港转转车位置的 转车有很多人 人家必有人试过此骂 情绪大喊和会虐得 我看 除了乘车 陳建青說有時跟天樂去公共廁所 有人用乾手機 他會覺得很不舒服 試過黯耳、避開 甚至立刻衝出廁所 而他就一定不肯用 用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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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走好嗎 總之這部機器一開著 他就會走 尤其是這屆吹熱風出來 他更加不喜歡 多數會走開,不是彈開 試過最厲害的就在商場出廁所 走到廁所和酒 對,不是彈開 風筒 乾手機 鬚跑 這幾個他小時候 會在家裡接觸到 他會比較抗拒 這天 陳建青帶天樂 回去他就讀的特殊學校 給住校的職業治療師 幫他做評估 了解一下天樂 情緒變化的原因 根據評估 和爸爸田的問卷 其實都可以反映到 天樂有感覺 統合障礙 對 他會掩耳朵 他會逃走 因為其實他聽覺 都比較敏感 其實他接觸一些 高頻一點的聲音 其實他會緊張 他會容易激動 陳建青說 對天樂比較大的情緒反應 一直以來 他都以為自閉症的小朋友 就是比較容易鬧情緒 或者脾氣較差 我只會說我以前是無知 所以不認知那件事 而是去誤解他 對 如何在這方面 再學多一點 認知多一點 對他諒解多一點 盡量避免有些事情 刺激到他、影響到他 令我們的孩子 更加開心地去生活 AV23 由畫面出發,靠自尊起行 光影裡的靈魂從來有動盡 沒有大家想得那麼絕望 人是絕望動物 你怎麼會有絕路的 你以後的路很難走 歡迎你怎樣成功的金手指 一直移動,不管是否有人叫你繼續 不停下來,總會說到你想說的故事 繼續電影,繼續繼續努力 今晚第4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定期驗身,敢自放心 定期驗車就最安全 那你有聽過強制驗槍計劃嗎 當然 我們的棟大廈剛剛被選為目標流雨 一旦收到驗槍通知 就立即找到合資格人士驗槍 就算沒有收到通知 業主也可以主動安排檢驗 還要妥善使用和保養 槍才安全、穩固 妥善使用,定期檢驗 槍戶安全,有保障 淡班更防班,Get ahead with Olay 全新Pro X防班淡引精華 加入全名宣 高岑透科技直達基底 根源穩定黑色素母體 防班 淡引 Get ahead Olay 看起來乾淨的衣服 騙到視覺、觸覺 騙不到我們的臭覺 因為肉眼見不到的細菌 一直是衣物,製造而味 Diglo ProPod抗菌洗衣船珠 全新配方 強效防菌除臭因子 從根源瓦解二味 長效殺菌抗臭 超強八倍潔淨力 帶來全方位纖維級潔淨 除臭先除菌 全新全能抗菌洗衣船珠 Diglo ProPod 火警時,如果屋外很大煙 就留在屋內 如果逃生,要帶三寶 手機用來求救 毛巾用來掩住口鼻 減少刺激氣度 悶時,必要時可以回屋站備 逃生時,見到樓梯有濃煙 就要走另一條 如果所有樓梯都有煙 就要回屋 我們這次留在屋上 做好保護措施,等待救援 記住,火警逃生 要帶逃生三寶 手機、毛巾、滿視 看這個,天樂 怎樣?是否真的想看 看得到的,怎麼了 17歲的陳天樂 是有智障的自閉症患者 跟不少自閉症人士一樣 天樂有感覺統合障礙 對聲音非常敏感 例如聽到乾手機的聲音 乘地鐵的人群吵雜聲等等 就可能敢耳、大叫,甚至逃跑 我先幫你拿二粒,好嗎 好 你先拿出另一粒 先拆住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骨頭,好嗎 對 爸爸陳建青和哥哥天澤 說去戲院看電影 天樂也很容易 被得如其來的聲音嚇到 所以他們也會做好準備 替天樂帶儀式 以免他的情緒受影響 對 一開場,可能會有很安靜的環境 但一開場,可能會很吵 或是電影的 一開始開場表演電影箱時 可能會特別大聲 他可能會開始害怕 電影大聲… 他有大聲… 最嚴峻的… 日本那一段也算是一次 對他們的聲音更刺激 加上他那是4D 所以他的椅子也有震 所以當時他一開場 他就很害怕 基本上已經躲在椅子底 現在害怕嗎 害怕嗎 害怕 害怕嗎 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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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他就很害怕 他就很害怕 因為他會被看見 他會被看見 他會被看見 因為他會有很多 根據一些國際學術研究 九成自閉症患者 都有不同程度的感覺統合障礙 而聽覺過敏 就是最常見的一種症狀 六成半的自閉症患者 都受到聽覺過敏的影響 先給你一支枕頭 天樂有聽覺過敏 為了幫他克服這個問題 家人在家裡的睡房 佈置在一個模擬戲院 希望他適應在黑暗中 又聲響的環境 進到戲院看電影 情緒就不會那麼容易受到牽動 通常以前是播放他喜歡的交通片 起碼那部電影不會抗拒 他可能從而令他習慣的聲音 和黑暗的環境 家裡常有的電器 例如風筒、鬚跑 以至用來剪頭髮的電動剪髮器 都是天樂的死敵 小時候一聽到這些聲音 天樂就會大喊大叫 爸爸多年來逐一跟兒子特訓 例如用風筒 會逐步調高風力強度和溫度 用鬚跑電動剪髮器的時候 就會先輕輕磨擦皮膚 證明沒有危險 來幫兒子適應這些聲音 剪頭髮就像大家的MMA般的搏鬥 要跟家人一起捉住他 然後就開飛髮器去替他飛髮 你看看 起來 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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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嗎 長年累月試過一段多長的時間 一段時間後,從掙扎和痛哭 到後期他開始適應 純復了這件事之後 到現在他會主動跟我說 我想支持爸爸的跌跌頭 有些聲音是 這個社會會並存的 你一定會接觸到 我寧願嘗試怎樣在家裡做 更多讓他適應這件事 對 師傅,這裡是這樣 上面是喜歡 下面不喜歡 剛才師傅,不喜歡 不喜歡 不喜歡 不用緊張 不喜歡 不喜歡 陳建青加入了一個 關注自閉症人士的組織 希望社會為自閉症患者 提供更多協助 這一天 天樂就應要來到理工大學 試用最新研發 為自閉症人士 度身設計的降噪耳機 有別於以往 統一降低環境噪音的設計 這部降噪耳機 是透過人的聽覺感知來研發 自閉症人士 在試聽不同的環境聲音之後 在手機應用程式 選出自己不喜歡的環境聲音和程度 降噪耳機 就能針對性地過濾這些敏感的聲音 好像天樂很怕聽到乾手機等等的聲音 耳機都能夠減少或過濾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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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次嘗試,裡面已經減少了吵 難怪我看他聽得那麼… 聽得到 我感覺到他身體的表達放鬆了 他會拿著手,比較焦慮 我覺得那件事應該會對他舒緩 這部降噪耳機是由理工大學、教育大學 和一間科研公司在四年前聯合研發 經過半年,超過一百多個自閉症人士試用之後 現在免費提供給有需要的自閉症人士使用 有份參與研發的蔡逸師說 希望這部降噪耳機能夠幫助有感覺統合障礙的自閉症人士 不再受聲音之苦 在同樣的聲音環境之下 大部份的自閉症小朋友聽到的聲音 是大聲比普通小朋友大聲 大概是10至20個分配的 所以令到他們覺得難受、不舒服 多數都是死忍,變成了情緒表現出來很辛苦 例如有些小朋友去到一些餐廳 突然間聽到很大的聲音 他們會很暴躁、情緒很大 其實很想罵人,但又不敢 結果就揮一揮自己的手損 我們希望自閉症的小朋友 打了耳機之後,他會舒緩 也可以集中去做他的工作 做他的功課等等 而且最重要是減輕照顧者和家人的壓力 同樣有感覺統合障礙 聽過過敏的自閉症患者Karen 四個月前也開始用這部降噪耳機 他說以前很少去人多車多的鬧市 就算要買東西,都只會去比較靜的樓上鋪 或者是街鋪速戰速決 但現在就可以享受一下逛街的樂趣 剛才走的時候,真的自在了很多 也隔了一半,他不是聽不到的 就是車行駛的聲音,那些人形式 我也聽到,但小聲了一半 可以說真的放鬆一點 去看店舖賣甚麼 Karen說現在乘巴士時的心情 和以前都有很大分別 我乘巴士時,感覺好像打仗的戒備 這樣的狀態 巴士上因為是一個樓底比較矮的地方 被迫著升浪 如果裡面發生了一些噪音 例如有人大聲說電話 電話、剪指甲、播放抖音 全部都是令人很難受 很想馬上下車 帶了那個降噪耳機 其實真的好了很多 降低了那些敏感的聲音 心情也起碼不用那麼繃緊 坐巴士 可以享受一下、看看風景 好很多 自閉症人士的感官世界和普通人不同 Karen說 除了期望有更多新科技 可以幫助他們克服障礙 更加希望其他人能夠多些接納和體諒 有些人會對聲音過敏 有些人會對光過敏 有些人會對臭國過敏 其實是像現在的鼻敏感一樣 但看不到,但他們是存在 例如,在車上會自然自要那些 希望不要解釋到好像有攻擊性 或者一些拍頭的行為、搖身 其實可能是感官上的需要 希望我們可以了解到 其實這些只是舒緩的方法 希望可以理解和體諒 不一定是商業 我覺得自己做的流行音樂 三十多年 我又不覺得自己的作品特別流行 你要我很計算,這樣… 我寫不到 我覺得自己寫不到好的東西 有時真的想不明白 為何你們寫了這麼多年歌詞 給你們的歌詞 可以很脫俗 我自己寫的時候 自己經歷過甚麼 又或者我看完甚麼 有甚麼情緒 我就將它變成一個音樂 晚吹音樂系 星期四晚十一時半 ViuTV 人生有些選擇很簡單 有些很重要 有些人沒得選 但是你有 不要再累幾累人 長期接觸二、三手煙 會影響小朋友發育 亦會引致呼吸系統疾病 心臟病、中風、心肢癌症 一點煙,禍害萬延 你選家人,還是選一支煙? 家傳皮膚外用消毒液 有傷口就當然要先清潔消毒 家傳皮膚外用消毒液細細枝 可以隨時放兩支旁身 還要不含酒精 不像一般酒精消毒液那麼麻煩 我家裡當然要有 家傳皮膚外用消毒液 那兩樣米呢? 三送飯呢? 燒尾飯焗豬扒飯、魚生飯呢? 還有麵呢? 雲吞麵、牛腩麵、魚蛋麵、彈彈麵 公仔麵、餐蛋麵呢? 再不是米線撈麵、意粉、沙律、牛扒 炸雞、熱狗、薄餅、Burger呢? 700萬人,700萬組後味 Foodpanda 超過14000間餐廳選擇 一個APP為100萬人 Foodpanda 吃著Foodpanda外賣看金像獎 容有為馬即減50元 荷蘭美素嘉儀金莊 第一次消化而吸收 支持小朋友以全身角度探索世界 發揮無限想像 特有Novus 易消化蛋白 配合HMO、Pure Gauze和益生菌 專業守護普普長度 荷蘭美素嘉儀金莊 要預防麻疹 接種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 同時也應該注意環境 和個人衛生勤洗手 打痴或咳嗽時 記得要掩住口鼻 不舒服就要戴口罩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